大家好我是一老蕙 今天要講這個文件共用之後 可以共同來編輯同一個檔案 共同編輯同一個檔案 那現在呢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 很多人都在家工作 那我們要打同一份文件的時候 就可以用Google的這個功能 Google這個功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功能是怎麼樣子 假設我在這個Google雲端裡面建立了 我現在建立三個檔案 一個是 試算表一個是文件 比較像Word的文件那這個是 PPT PowerPoint 比較像PowerPoint這個簡報 這三個 那他都是這個雲端 上面來使用 雲端上面來使用 那你看我們現在打開其中某一個 假設 這個考試成績的填表 有國語數學 那下面有可能是我們的 學生啊 很多個 那我們要來填 那假設我是國語老師我就填國語這一欄 那數學老師就當然要給數學老師來填 那這時候我們要怎麼樣來做設定 那當我們打開 我們從頭來做 我們先 做一個 試算表 做一個試算表 我先讓你看一下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 你看我們現在 這個我們當下選的這個藍色的 就是我們自己填的 因為我們兩個可以共同編輯 那另外一個你看 我開了另外一個賬號 另外一個賬號在這裡 你移過來你就會顯示 目前這個賬號的人 正在輸入這一個 正在輸入這一個 那相反的 我現在另外這個賬號裡面 我就可以看到 我原本這個賬號在輸入的格子 是哪一個 兩個都可以同時輸入 那它就會一起存在雲端上面 一起存在雲端上面 好那我們 就要來講一下這要怎麼來共用 那我們在我們的文件裡面 按右鍵 這裡我們可以新增 不管是WORD 試算表還是簡報都可以 我們用試算表來做測試 好我們建立完之後呢 先隨便打一下 就跟剛剛的一樣就好 姓名 好類似這樣 那我們可能就要分享給好幾個人 好那這個就是 其中成績 好了 那所以用途就非常多啦 很多你要共用的文件 一起編輯的文件都可以這樣用 好那我們就點選這個 共用 綠色這個 那你如果是 它的顏色就是按照它的這個 試算表就是綠色 共用 好那這裡 要跟誰共用 好選起來 選完之後 要不要通知它 那你通知它你要 跟它講什麼 好那你就在這裡打 共同 編輯 成績 類似像這樣 那你這裡記得你要選 編輯者 檢視者就是你只要給它看而已 它沒有辦法改 好 那加注者就是它只能 助 幫你加注明 好注明 就是內容它也沒有辦法修正 那編輯者呢就是它可以跟你一起編輯這個 檔案 好那我們今天講的就是這個 然後就按一下傳送 好 那我們在收的時候要怎麼收呢 好 我們剛剛這個是其中成績對不對 那我們就在另外 我現在到另外一個賬號 另外一個賬號 另外一個賬號的 原本我們的雲端硬碟在這裡對不對 我們這裡有一個與我共用 與我共用裡面 好 其中成績就跑出來了 那我們點開 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賬號是這個 這個賬號 好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是 夜老會要開的一個檔案 那它現在跟我共用做編輯 那你看我在這個賬號做輸入 做輸入 那我們另外一個賬號 有有有 跑出來了 國語已經輸入了 那現在 另外一個賬號是在 國語的第2格 第2格 第2格這邊 那我這邊就可以做輸入 假設這樣 好那我們再看另外一邊 你看它就會輸入進去 所以兩個人呢 就可以共同來編輯這個文件 這樣子是非常的方便 那我們再看一下 WORD的也是 WORD的也是 你看這個 另外一個的游標在這裡 我們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假設 隨便亂打 隨便亂打 好另外一邊 在這邊 你看它就可以看到 夜老會要輸入的文字 兩個人就會共同 編輯這個WORD 那我們在做報告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好幾個人 共同做一份 期末的報告 或者是其中的報告 好那我們就可以新增 新增投影片 或什麼 好那你看 我們這裡可以看到這個 另外一個賬號 他現在目前的位置 是在 編輯這個 封面 那你就可以先做 你下面的東西 那另外這邊 你也可以看到 夜老會要正在做 第2頁 那我現在正在做第1頁 好那聽起來有點亂啦 那實際上就是2個帳號 兩個帳號 編輯共同一個文件檔案 這樣做是非常方便的 就不用 檔案寄 以前都是寄Email 寄給你 再寄回來給我 那現在不用 就直接在線上做使用 但是要講的一點就是 他用的都是 我們線上版 用Google的試算表直接做 用Word直接做 用 他的 簡報直接做 那當然 我們平常用的Excel 跟 那個PBT 跟這個 Word 也可以傳上來共用 也可以傳上來共用 好 我是夜老會 那我們今天介紹這個 共同編輯檔案呢 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